大家好 今天我请来的洛杉矶Kenny 一块讨论一下 她在美国遇到的女人 所以我们这个主场就先让Kenny讲一下 我是提问 你说 对 就是我之前在Sacramento住 然后 我遇到两个女人 一个是广东的 广东 广东华人 然后他是美籍 我们在那个 对读那个英语学校认识的 其实他去那里 他也是刚来美国 对 不是不是他 很小就来美国了大概11岁左右 就来 11岁就来了 明白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越南语 他是 已经工作了 还有一个孩子 他跟别人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一个孩子 离婚的 离婚了 他是 他是孤儿 然后 受一个 越南华侨的 美国人 然后领养 在越南 在越南领养 然后 过来自美国自己生活 受美国教育 他 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个我懂了 你一共在美国就遇到这两个女人就谈恋爱了 对 真正谈恋爱了 别的那些还没有发展到谈恋爱也有 那就那就算了 就别的就 有没有那些同事谈恋爱 我遇到一个他就是离婚卖保险的那个 越南医吗 我是去买保险认识他的 然后我就加他的联系方式 然后就聊天了 出来吃饭了 跟他出来吃饭很有意思 就是 我请一顿 然后他请一顿 如果不让他请了他还生气 知道吗 哦 那个 一定要他请一次我请一次 这样子 对 因为他已经很小就在美国了 对啊 对 对 然后的话 他是跟 跟他老公离婚吧 就是他老公是那个 台湾裔 他们两个生了一个孩子 大概有 六七岁七八岁的样子吧 哦 然后他 那个女人遇到你的时候多大了 他遇到我的时候比我大一岁吧 他是94年的 我是95年的 那他小孩都七八岁了 不可能吧 很早的时候就生了 他在好像在高中的时候就生他孩子 我的天哪 他还不如十六七岁就生了 对啊 其实这个这个很很普遍的在美国 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啊 他们就 就就就就搞起来了 然后就生孩子 大的肚子去上学 很多的 这种情况真的很多的 哦 那 他提出要跟你一好 他 不是他提出 就啊 是不是我 我追了他 然后 对 我们两个 不过你追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有小孩啊 知道他他他他他说的 啊 就是我跟他联系的时候我我问他有没有男朋友 他说 没有男朋友 不过我有一个小孩子 这样子啊 就是一见面就就什么都说了 就是个人情况什么 坦诚 坦诚 对啊 就是我我观察他就是单单单单生妈妈呢是在美国是非常受保护的 首先呢他是一个学生他是在读的 然后他兼职做做那个保险 一天上班六个小时就有了 然后 呃他是有那个政府的公寓 他住在政府资助的公寓里面 然后他读书呢 免费的他读大学是免费的 然后 还有钱啊还有政府的补助 然后 呃他那那税呢还退税啊政府还退税 他是等于你免费 他读的是什么大学是college还是那种正规大学 呃 college吧我也我也知道是他是读那个 护理的像幼师那种 哦 所以啊 对 明白了 他那政府对单亲妈妈的福利还是照不到位的 对非常到位所以说他根本不靠所有人 他就是自己 在外面住然后自己带孩子 说想他说很辛苦呢 我觉得 都没有中国女人这么辛苦 如果中国女人在 中国离婚的话 那 除非他他回娘家住 不然的话 他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话 没有任何福利啊 所以说他就很很惨 是了是了 对所以说 所以说他不靠任何人可以靠自己 因为政府的福利有全面的 帮他的照顾啊 啊 所以说在在美国的女人呢 他比较相对独立一点 他 不想靠于什么 就是靠自己就好了 因为我记得这个新生儿 婴儿啊 婴儿啊 在这个很小的时候政府也会给他一些 帮助 就当地啊 对 对说说到这个 我我也懂一点 就是因为我少子刚生小孩嘛 就是在中国的话 生小孩是非常贵的 而且没有任何福利帮助 在美国的话 即使你是非法移民 也可以免费的拥有一张 孕妇白卡 如果你不想拿美国政府的福利呢 你就可以 你又可以去买一份孕妇保险 大概一百多块钱一个月吧 然后你生小孩也是免费的 然后护理啊什么都是免费的 对 都是免费 然后 对 而且 美国政府呢还会定 每个月都给你 粮食 有奶粉 有蔬菜 有果汁 牛奶 一大圈东西 我 就是我 我们每个月都去领 这不是福利啊 这不算福利的 这是必须给你的 哦 他必须给你 必须给你的 对 你可以不要 你 你如果 觉得你有钱的 你不要也可以 这个不算福利 就相当于 标配 就是你可以不要 但是你如果 需要的话 就每个月都会 都会有 那么好 那么好 你需要的话 就每个月都给你 有没有那个登记 然后不影响你 就有没有登记名字啊 要那个 记录啊 什么的 有没有登记了 有登记了 有登记了 给给一张卡 给你好像银行卡的 然后你去那个福利部那里 就一刷 然后他说你今天有多少金额 跟呃 然后呢 有什么东西可以拿 哦 这样 就可以 这个是 拿拿拿回去 明白明白 这个不会影响绿卡申请 包括转公民都不会 不会 不会 是美国政府的一些 额外补助 哦 因为那是英语娃儿 完全不影响 每个每个人都可以拿 哦 他他毕竟是保 保护了个英语娃儿的那个小孩嘛 这样 对啊 就是他 他怕你 太穷了 那个小孩子营养不够 知道吧 哦 而且他 这是我们拿回来的奶粉啊 基本上 一个月的奶粉 我们 会吃很久 一个月的奶粉 可以 分两个月吃 他给的 太多了 吃不完了 那奶粉 照我这么讲 在美国如果生孩子 光养这个小孩啊 我估计也不需要花钱 可能如果 不用钱 那妈妈就不用钱了 哇 对 好像 最近拜登通过一个法律呢 是 呃 以前我记得好像美国也有这种的 啊 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美国就有 因为我以前那个房东生了小孩 当初他就说 好像政府呢 每个月发钱给他 但好像没有 对啊 以前 以前是有 不过现在 就是之前在川普政府 现在好像 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没有 没有去了解过吧 没有 我当初 2018年就是川普政府啊 也有 他当初我 租了 也有吗 有 他是比较少吧 可能是提高到300了 可能是 对 应该是比较少 我觉得 因为美国是 我以前看过电影 美国从十几年前 那个电影里面就讲 小孩就政府发钱给你 你养小孩吗 如果你不养小孩 政府就 相当于 抚养权给政府 政府来包吗 对啊 就这个意思 哦 美国 像在美国的话 小孩子这个人权啊 保护的非常好 像如果有一些家暴的情节在里面 你被学校的老师发现 你有家暴或者虐待小孩子的话 美国政府就会剥夺你的抚养权 然后说你 你这个是一个暴力家庭 不可以给你养 对 他就会剥夺你的抚养权 让别的 比较相对好一点的家庭 抚养这个小孩 直到这个小孩成年吧 成年以后 哦 对啊 对啊 也有很多 对 像在美国人的价值观 爱情价值观里面啊 他们不想结婚 也不想生小孩 是 对啊 他们就是我之前的那个 嗯 哪个 我之前那个女朋友 就是越南一女朋友 他也是不想生小孩的 哦 也是不想结婚的 你跟我在一起就在一起 为什么要结婚 对不对 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这样 跟中国的爱情价值观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的爱情观里面啊 还没做成女朋友就想到要结婚那一步 生小孩那一步 真的很搞笑 我觉得 真的 就还没跟你在一起 做朋友都要打量打量你 是什么人呢 你是什么东西啊 要跟我做朋友啊 是不是想炮我啊 对不对 你 你有没有这个资格啊 是不是 就是各 不是所有啊 不是所有 我们都讲许多许多人 中国的 中国中国 对许多都是这样 就是没跟你做朋友这样 之前呢 他要打量一下你 所以说这个我是非常反对 这个 这个文化 这个思想 是是是 哎呦 他说网速是不是有点卡 我看你这画面一卡一卡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用的是WiFi吗 对WiFi 等下我把我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设备关掉 OK 我把我的另外一个那个iPad给关掉 因为他会占用那个WiFi的网速 你是不是在下载东西了 我在上传上传的视频 所以我看那个网速问题 网速 哎呀 这个一讲 是的 这也感觉很奇怪 美国许多人是那个 第一个不结婚呢 也比较很正常 或者说 结婚了不生孩子了 在美国也很正常 也很正常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他们就是 在中国人 可能在中国移民的眼里吧 第一 你中国人移民到美国 没有亲戚 没有老婆 就是单身的话 一个人 来到美国很孤独 那么你想要一个亲人的话 只有结婚了 对 所以说 中国人就想在美国结婚多一点 哦 对 或者是没有身份的 想找一个人有身份的 结婚一下 然后就有身份 对 像在美国的 就是已经有身份的 或者是公民啊 在这里出生的 他们是不想结婚的 他们只愿意谈恋爱 哎 谈恋爱多爽啊 大家可以就是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 怎么样搞的 而且美国的男生呢 是非常花心 他们叫很多个女朋友 女孩子呢 也有花心 不过相对于男生的话 还是男生花心一点 因为美国的男女比例 就非常平衡 知道吧 而且美国的 就是年轻一代 他们在一起 没有太多的 太多的那个电量 电量对方 或者有什么 或者没有什么 才跟他在一起 你长得帅啊 你幽默啊 对对 你长得可爱啊 就是说话啊 很可爱啊 有内涵啊 他们就搞在一起了 对对对 美国的随心所欲 那种感觉 对 非常单纯的 非常单纯的 在一起就在一起 我能感觉到 对 像在中国的话 这些价值观呢 我觉得都是 有共产党所为的 因为 如果你把这个爱情 你要买房的话 不是你要结婚买房的话 那就可以提高 就是帮助那个 房产商 然后 增加那个 就是赚钱了 对不对 他们不想推翻这种文化 所以说 很多东西 很多文化 思想啊 都是人为的 而且 我发现美国 他是 首先啊 他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就美国这边的人 不管是美国人 还是说 在美国生活的人吧 就感觉各过各的 就把自己过好就行了 不在乎别人 怎么看 对 如果 如果比如 中国人呢 找了一个老婆 或者老公 如果不生小孩 那七大姑八大姨就极了 父母就极了 为何不生呢 你结婚不就传重接代 要生孩子吗 就他们没法理解 你像美国这 美国这真的是 随心所欲 真随心所欲 你可以生 生五六个也可以 但是你不不生也可以 在美国没有强迫 说你这么这么干 其实你没有 美国是真没有 我没 对啊 我是真真心的感觉 美国的 对 包括 包括我讲到这个女孩穿着啊 你看中国的 中国一穿着露胸的女的 那感觉就不好意思穿出去 哎呀 这外面怎么 就说 就感觉男人都看 哎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人太多了 美国大街上穿笔记 一顿大摇大摆走了 我都见过 就是美国是太正常了 哎 对 跟人家的文化确实不一样 文化确实不一样 说到这个 生小孩的问题啊 每每就是 关于华裔家庭的 我有了解一点 就是啊 我有个表格 他是出生在美国的 然后他的 他的 就是我大姨呢 是越南华侨 他是 就我妈妈也是越南华侨了 哦 就是 我懂 我懂的 对 就是他 他妈呢 没接上 接收过多少文化的 就叫他 就赶紧生孩子什么的 就强迫他 然后 我表格就不理他 他做了一件 非常有趣的事 就是 买一条狗送给他妈妈 你是太无聊了 你要我生小孩干嘛 对啊 就是无法理解他 他的思想在想什么 你为什么要叫我生小孩呢 我生小孩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 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是美国长大 哦 是不是上次我跟你 就是你带我去见的那个人 上次在那边 他们一家人在打麻将 有一个 哦 不是 他是另外 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哥哥 对 另外一个 就是 那一个 我表哥的 哥哥 哦 明白明白 因为你这七大公八大姨 基本上都是在海外 对 太多了 我见得太多了 就是 对美国的文化 了解的 甚多 当初啊 当初你妈 要是越南华侨 直接 来美国 那你也就出生 在美国了 对啊 像我舅舅啊 什么的 都是亲属移民 在十几年前啊 直接排队 然后亲属移民 因为亲兄弟呢 可以排队 不过很久 要十几二十年才可以 如果当初我妈妈 就是写下纸张 然后扔下去排队的话 我们可能就 很早就过来美国了 那时候 那时候不知道 因为我妈的文化水平 也是非常低的 哦 是的 像你们那的广东啊 广西 靠近越南呢 许多人都跟那个越战 有关系嘛 对 跟越战有关系 197几年 六几年 还什么的 就六七十年代 就来美国了 你之前你还跟我讲过 说你们家什么 什么人 亲戚当年来美国 美国政府 当难民嘛 他们美国政府 会给他们钱 哦 就是我大意啊 就是我大意 对 当时越战呢 就是我 接接接接续香港 我不知道接续香港干嘛 然后在 在香港那里 他选国家 因为有联合国嘛 啊 他们选国家 可以飞去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什么的 然后就都给身份 对 直接给身份 哦 对 197几年了吧 我不知道 反正是30 30多年前了 哦 对 30多年前 然后来到美国呢 美国政府 直接发房子 给他们住 不会吧 对 他们无法想象 美国的世界 到处都是公路 到处都是汽车 到处都是食物 他们就 就是美国政府 直接发钱了 一个月 1000多美金 那时候 直接买那些肉啊 猪肉啊 什么的 菜啊 全部塞 塞到冰箱里面 塞得满满的 我靠 不用工作 198几年 1000多美元 对 1000多美元 直接 直接给钱 我知道 他跟我说的 我 我那个 遗仗跟我说的 我不是吹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而且那 那时候也有很多 就是 我大一的那些 朋友啊 什么的 都一起过来 都 都 逃难吧 大逃难 对 逃难 逃难 应该当时也有好多越南人也过来了 对 越南人 就来的比较少一点 大多数都是越南华侨 因为那时候排华嘛 哦 对 那他们还不属于越南战争那一波 是属于越南排华那一波 对 战争那一波还在后头呢 他是第一波 他们是第一波过来的 哦 这我就分不清 那边确实有点太 时间太多远了 太 东南亚许多事情我也不太懂 这落后国家第三世界的 哎 太乱了 两个都是共产主义小兄弟 两个都 对 中国跟越南全那妈共产党国家 对啊 全是操弹 全是操弹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嘛 爱情价值观全都是人为构造的 像你结婚又妨啊 都是要 都是构造的 然后如果中国社会开放 像美国这样的政策福利的话 那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不同 因为他所有的保障都保障完全了 他对这种需求呢 他就不会的电量你 不会的勾心斗角 中国还是太穷了 对 中国还是有共产党在嘛 不行 有共产党来 中国老百姓不可能活得好 有钱了 有钱了 全部被上层收挖了嘛 什么当官呢 那真的是 当官早就实现共产主义了 一个当官呢 一百多个情妇 哎 你讲到这个情妇 中国有一个当官呢 他把一个小区里面 每一个情妇分一套房 这一个小区都是他情妇啊 情人 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这家伙 我听说过在网上听说的 就是这家伙就是进那个小区 那简直就跟雪人飞一样 哪个都有 很多了 就是我我看新闻有一个是什么海南的 好像就就有一百多个情妇 哎呦 我这家伙就这东西扛了中啊 太有钱了 而且他贪污的钱了 是堆满整个房间的 现金堆满整个房间的 我看那个新闻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对啊 哎呀 这简直 哎 你是一共在美国就谈了两个女朋友相当于 谈了两个吧 三个 两三个 就就至于 这也父母亲 这都父母亲 两个还三个 三个 然后就是中美国的年轻文化非常有趣 他们是谈恋爱很随意 自由恋爱 好像在 我们 我以前在那个SaccaMental 经常去那 gay bar 同性恋酒吧 里面很多人 两层的 两层酒吧 很多人 有四个舞池 可以在那里跳舞啊 什么的 然后之前我是抽烟的嘛 然后我跟我表哥在那个泳池 外面户外泳池那里抽烟 然后就就来了一个那个同性恋 他说看上我了 然后我我我我说我我喜欢女孩子 非常有意思 他就是无论男女啊 他看上你了 他会主动的就走过来跟你搭讪聊天 像中国的话 中国人的话就比较腼腆一点 他不敢跟你说话什么的 网上聊一聊 是不是就比较腼腆 在就是同性恋酒吧里面啊 他们看上直接就 拉到厕所后面去 就干起来了 这种这种不当之风需要遏制 他们喜欢吧 反正反正文化多元化 我不反对也也不支持 反正喜欢喜欢就好 他们喜欢就好 你说这个 这男同性恋 那女的同性恋有没有见过 女的同性恋也见过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们学校就有一个女同性恋 同性恋 对 在美国也有很多 对啊 这种感觉怪怪的 对 怪怪的 不过 在广东吧 男同性恋我遇过 女同性恋我也遇过 所以说这个在美国的话 我也感觉不稀奇 因为中国同性恋比美国多了 真的太多了 真的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我 你想不想听 我不想听 这我真没遇到 我在中国 就是我遇到一个男同性恋 我不知道为什么男同性恋看上我 女的就看不上我 靠 就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呢 我跟一个朋友是非常好的 我不知道他是男同性恋 然后我在宿舍里面打电动 打游戏 然后他说 哎 我好无聊啊 今晚今晚就去你那里睡吧 然后我说 好啊好啊 反正我室友都回去了 而且宿舍里有多余的电脑 你就过来一起打电动吧 就打鞋 之类的 然后过来之后呢 晚上我们两个睡在一起了 然后就 他说他是同性恋 然后因为我们就是 宿舍人都非常好啊 经常就是两个人睡 睡在一起 这个我知道 然后我一听 哎怪怪 然后我就分开睡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很少说话了 我们尊重同性恋 尊重同性恋 尊重同性恋 尊重 尽量就不要找我们就行了 对啊 那有没有那个什么大妈 就是那种比你大很多岁的人 喜欢你的那种 有没有遇到过 没有 没有遇到过 不不过就是看上我的人 都比我大一点 之前你不是跟我说过了吗 有一个年纪大的 看上你啊 我忘记了 你还忘记了 教了太多了 教太多了 真的 记不清 不是教了太多了 是忘记了 真的 遇过太多事了 很多很多细节都记不清楚 真记不清楚 确实是经历太多太多 那你这来美国几年了 四五年了吧 四五年了吧 你都来两年了 我比你早来两年多的 应该是四年 是是是 关键你呢 你跟许多的这种 当然美国的不一样 因为你有好多亲戚 已经在美国几十年了 对对不对 你的情况跟人家不一样 而且我有很多的 那些ABC啊 的朋友 所以说 就对美国的文化 是非常 非常知道的 而且美国的女孩子啊 她们是非常独立 像 像我有一个朋友 是打低队的 然后他 他就是 那时候我们搞一个party嘛 在朋友家 然后他 他弄了一个大音响 他们 他就不用别人帮忙 自己就扛上去了 而且他 他们就开车 如果遇到什么 抱胎啊之类的 自己换 我靠 不会像中国的女孩子 就非常的依赖啊 之类的 哦 就是非常依赖别人 对对对对 确实 确实 人家美国的文化 确实不太一样 在美国文化下 长大的人呢 还是不一样 而且你会发现 在美国长大的 这个就是华裔啊 或者亚洲人 一看就感觉 他们就是在美国长大的 就跟中国人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 即使是有很多人是 很小就来到美国 比如说 小学就来美国读学 读书 那小留学生呢 还是不行 就是跟徒生徒长呢 一看就分出来 就很奇怪 有没有发现 就是精神状态呢 对 整个眼神 表情 全部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啊 像 像在美国人的精神状态里面呢 他们是相对于平等一点的 所以说温和一点 看起来温和一点 如果像华人呢 就凶神恶煞的 好像 要吃了你一样的 那种 就是很傲慢的那种状态 在人群之中 知道吗 而且 而且呢 我发现一点啊 我有认识香港的朋友 马来西亚的朋友 新加坡的朋友 台湾的朋友 我认识 就是跟大陆 完全不一样 靠 他们呢 那就是大陆以外的 是非常 非常的 友好 知道啊 在网上玩什么游戏啊 之类的 即使跟你不认识 你进了他的房间之后呢 他们会跟你打招呼 说 哈喽 Kenny 你好吗 这样子 就跟你打招呼 就跟你聊几句话 这样子 非常友好 没有那个 攻击性啊 之类的 如果像 在 大陆的一些 游戏频道里面 就是 一群人 你进到 他们里面 有可能就马上 给你批出来 或者是 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很不友好的 一些表现 不够尊重你 不尊重 明白了 明白 对啊 就是大陆跟 中 就是大陆跟 外面的人 是非常贵 我说大多数啊 不是说 说个别啊 大多数 普遍的现象 对 这人确实是这样 东南亚的 东南亚的 我也接触过一些 包括马来西亚 我那个不多 但是我觉得 至少人家 比较平静一点 对 平静 平静一点 就中国感觉 他们的 反正总感觉 肚子里面 有火 有气 就想干死你 对 对 对吗 哈哈 匪气 中国人真的 匪气 共 亚子就想干死你 共 匪 匪气 真的太匪了 在中国出来的 都有一股匪气 我想起来的 你是那个哥哥 有一个哥哥吗 金哥 刚刚生了小孩吧 对 刚刚生了小孩 我基督上一次去的时候 好像 我上一次去你家 上一次我去你家 我发现他们好像还是怀孕的 没有神 对 怀孕的状态 当初 当上一次 因为这个疫情 好几个月前 前年了 对 疫情之前 好久了 现在小孩子都会爬了 会翻了 这真的是幸运的 生在美国了 真的是幸运 对 幸运的生在美国了 其实这个生育自由啊 你放在美国 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不过美国人都不想生 知道啊 所以说给他们生育自由 他们也不想生 哎呀 你想到这个生育自由 中国你说这几块生育 这完全是破嗨啊 我属于第二个 属于真的是 我出生就是违法 我是家里面二胎 出生我就违反 中文人民共和国法律了 我也是 我都违法了 一万多 几万块钱 人民币 不可能 那个年代几万块钱 两万多吧 应该 1990几年罚你两万多 对啊 那你家早破产了 那肯定 早就破产了 早就破产了 那时候就是到处借钱了 到处借钱状态 就是生活过得非常紧绷 而且非常压抑的状态下 成长的 真的是 乖 而且对 而且喜欢观察人类一些现象的话 是非常容易决心 我是非常喜欢观察 就是人啊 什么的 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就过得非常压抑吧 可能天生的状态 就是天性吧 对 要不然 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这么年轻 就自己来美国了 这么年轻 对啊 而且你是没读过大学 没读大学吧 没读大学 你看 你这没读大学 你这么年轻 你就决定来美国 这确实 中国老百姓 还真没这觉悟 而且你一来美国 你就直接干到 Sacramento了 就加州首府那边 我记得 对啊 你不是在那边住了何几年吗 我在那里住了两年 因为那里 亲戚也是比较多 在做商店也是比较多 我去哪里都可以 就是逃不掉 就是亲戚的帮助吧 感谢亲戚的帮助 我才可以留在美国的 对 就是不是说 一来就留在美国的 对 如果是真的孤独一人 在美国 就是说生活确实真的很困难 你首先 你这人生地不愁 谁都不认识 对不对 对 亲戚还给你相当于 给你带进门 给你看一看 介绍一下相当于 其实他们是亲属移民 没有一个是政治庇护的 所以说 什么都不懂 那时候就想黑在这里 没想过要拿身份什么的 对 这样 对 下一集我们可以讲你 专门黑在美国是什么种呢 那个是另外开一篇讲 另外开 今天我们就聊爱情 对对对 就聊美国的爱情 男人 女人 我一想着男人 女人 这个 对 比如说讲这个美国 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中外婚姻 不叫中外婚姻 美国人跟外国人结婚那些 呃 身边有啊 有啊 就是我一个 我一个表姐 表姐的朋友 有很多都跟那个外国 就白人结婚的 哦 所以 对 可能你是 你是 各种各个各种姐姐啊 各种人我都 都都差不多遇到过 就是 哎 就是我 我们可能 广东靠近香港一点 受这个香港文化的影响 其实呢 我还是喜欢亚洲人多一点 哦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叫做白人叫鬼老 叫黑人叫黑鬼 叫日本人叫鬼子 反正就歧视外国人 这是不对的 这是歧视 像我有很多朋友在香港的嘛 他们也是歧视白人 而且 而且他们来到香港了 很多人都排斥那些白人 英国人啊 什么的 香港是非常 就国际化的一个都市吧 所以说他们在香港也看了很多的 一般 一般香港人呢 都不喜欢 大部分呢 都不喜欢找老外的 做男朋友 一般都是找 都是找香港人 找香港人多一点 不过有一些 就是寻求刺激的情况下呢 会找一些老外 可能是他那个 因为那个香港国际化 就见过大四面 对呀 因为这个白人呢 他也有一些不好的 跟好的 也不是所有人都好 白人也不是说都好 嗯 就是 他是毕竟是见过四面了 那跟他中国的农村 那肯定不一样 农村的 比较没见过 那没法比 就跟美国 美国人家 对呀 都见过四面了 对 像有一些就是 中国人啊 就找了一个 外国的一个男女朋友 就就非常的 好像很炫耀 我觉得 哎 你找就找啊 为什么要炫耀呢 像黄秋生啊 他是 你知道黄秋生吗 黄秋生 对黄秋生是一个香港的演员 他是中英混血的 他从小 因为他有一个外国人的脸孔 他在香港呢 从小到大都是受排挤的 对呀 所以说 开放跟不开放的 的世界完全不同 就像大陆跟香港的完全不同 我靠 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香港人家 可能香港人从小 人家就是国际化 就是不如世界 就是说 走向世界 全世界做生意 你说呢 那苏北 像我老家 苏北 那农村懂得批啊 听听听啊 对啊 他们就不懂 他们是 从洋没外 为什么要从洋没外 大陆人 我以我的观点来看呢 因为外国有文明 有自由民主 所以说 他们才从洋没外 如果说 大陆有那个 自由民主人权呢 他们相对于 不会这么从洋没外 可能 可能是这样 你起码 你这经济啊 各方面都得搞 搞出来 而且是从洋呢 也不是 也不是说 所有的洋都崇拜 那他们的 那个印度也算洋吧 就外国人吧 对对对 那洋不就是都是西方 都是外国吗 对啊 墨西哥也算洋吗 对啊 墨西哥应该没有中国人 崇拜墨西哥吧 应该没有 有 阿西 不知道 可能就是没有接触过 外界的人 会出现 好像中国太封闭了 中国太封闭了 太封闭了 思想封闭 什么都封闭 真的是 中国完全没有办法 跟香港比 香港人好多人 好多人都是 至少都出国很正常 在香港人 对 而且每年他们都出去玩一次 每年都出过 很多人 他们说香港人生活的苦 我倒不觉得 因为香港生活的苦 是那些移民过去的 没有钱的 住在那个 很小的房子里面 一般本地人呢 都有房子的 像我一些朋友啊 他们都都有房子的 或者说 他们祖宗没有留下来的人 就生活的比较苦一点 也比较苦一点 比较苦一点 对啊 像大部分都有 都有房子的 他们 都比较幸福的 明白了 明白了 对啊 所以说 哎 我想起了 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你这身边 有没有那个 就一讲男女之间啊 有没有那种 被嫖娼被抓了 或者卖淫被抓了 有 哎 男女之间的事情 肯定会讲到嫖娼 结婚爱情嘛 还有那个 生子啊 或者出轨啊 各种外遇啊 包括嫖娼被抓 卖淫被抓 你讲一下 因为我刚来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 跟那个妓女 非常是有缘分 因为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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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我 就是我住在广东 非常多妓女 来到美国了 也受这个妓女的 那一期帮助 因为我的 第一份工作 就是拉皮条的 你不知道第一份工作 是在鸡窝 给人家烧饭 打扫卫生的 对啊 相对于拉皮条吧 对 对啊 然后 就是有一些妓女啊 他们在其他地方 被抓了 抓了之后呢 然后嫖娼的 没有事 就是 就放走了 嫖娼的 妓女呢 就被抓回去 也不是怎么 就犯法的吧 就违法 就让她那些妓女 去打扫卫生 社区服务 一个星期 就放出来了 也不管她什么身份 就放出来了 其实在美国 他们是做妓女的 说是犯法也不犯法 就违法吧 不过美国警察都 也不管你 那时候就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 我在里面工作嘛 在里面坐着 然后有一个 就是另外一个 激窩的老板 就派了一个人 过来恐吓我 就是叫我们快开门 我是FBI之类的 不过 不过让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然后 我就报警 报警 然后警察就 就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那个人就把枪 放在那个 车子里面 完全不怕警察的 他们 就跟 跟那警察理论 什么的 因为警察 没有权利去 看他的车 因为车是 他的私人空间 要有搜查令之类的 嗯 对 然后 他说到哪里 不是说警察 要有搜查令 搜查的车嘛 然后你报警 FBI来的嘛 报警警察来了 对啊 然后警察 警察就说 你们这 这点是 如果说 下次再有人投诉 我就进入检查了 然后 这么小的事 就不要找我们了 你们自己去 管好你们自己 不要犯法什么的 不要出现暴力事件 之类的 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警察 这方面 他不是 也不是不管 他不想管 这些东西 对 多一次不如少一次 对 因为 因为这些 什么交易啊 什么的 都不是杀人放火啊 什么东西 所以说他们就不想管 而且就算有交易 警察 他也不可能 直接破盆而入 像中国那样 对啊 他们就说 他们是情侣嘛 就自愿的 他们也不管 所以说 他们也 也不想管这些东西 对 不想管 那你说呢 什么 假装FBI的 拿枪过来 人来人 最后怎么办 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啊 就放走了 因为 没有证据啊 对 不是没有证据 是 是 我们的老板啊 不想 不想 告他 不想 说 什么的 哦 因为太麻烦了 也 他们也是想 吓一下我们 因为我们这里的生意 比较好一点嘛 哦 竞争 相当于 鸡窝之间竞争 对 鸡窝之间竞争 就 在这里是 把这个口碑 给传开 说 那里有警察 什么的 不要来这里 去那里 这样子 就是把这个口风啊 给传一下 我懂了 相当于 相当于你重计的 对 相当于你重计的 对 他就是故意要引来警察的 对啊 我懂了 哎 这个我懂套路了 我懂套路了 对 他是故意这样 就是让你 对 故意这样 故意这样 这样的话 很快就传开了 哦 警察进来了 警察来了 实际上 嫖客他也不懂 警察是干嘛的 来干嘛的 对不对 对啊 而且 而且 那个白人啊 他拿着一个证件 像FBI的 是警察的一个证件 他 就是 我在看 哎 你 你拿这个证件 就想叫我开门 你有没有搜查令啊 我就说 你有没有搜查令啊 他说 就 就拍那个门 就是 不要多管 快点开门 就是美国警察是 不会这样子 那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 就被我看破了 然后 那个人竟然是白人 来敲门 那是白人 白人 对 哦 想来你 那个另外一个 机窝老板 雇了一个白人 来假装FBI 对 哦 还搞这玩意 还有这一套 对啊 还有点小 反正 反正这些人 真的是手段很多了 手段很多 赚钱 对 赚钱 赚钱 真的很多手段 他们 对 还是你很聪明 你很聪明 你说 哎 有没有搜查令 这在美国一定要注意 这肯定的 没有搜查令 这不可能是直接就进来了 而且搜查令 也可以造假 蛤 收查令 还可以造假 这个在美国属于犯罪吧 我看这情况 对 犯罪 犯重罪的 就伪造 收查令 是重罪 对啊 不过 不过 我 我就是识破他之后呢 他把枪和那个假的证件 就放回车里 哦 他也不跑 他也不 不躲 他直接就 就跟那个 警察去 辩解啊 什么的 就耍无赖 知道 我懂 警察有无权去查他 对 我懂 他是 说白了 他是专业 专业的耍赖的 对啊 专业耍赖的 不过一般 一般美国人都 相对比较懂法律一点 对对对 在美国不懂法律 那是真的是开玩笑了 对啊 像在中国的话 哪里有这些 东西出现 直接就把你抓了 是不是 如果是 是在中国的那些鸡窝 直接过来干你了 对对对 对对对 是的 还有这个有意思 这有意思 对 像在 像在中国的话 我见到一些 就是拉皮条的 跟拉皮条的打起来 然后把对方给杀了 也有一些 就是嫖客跟小姐 发生争执 然后嫖客把那个小姐给弄死了 就在我那个离家不远的地方 就是你那个在广东的家 对 广东的家 就是手段非常残忍的 就是把它弄死 就那小姐就睡在那个 呃 街边那里 所以说这些暴力事件啊 我见了非常多 在广东这里 哎呦我的天 哎呀 好吧好吧 那我们 这一期访谈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期 呃 专门讲一下 你你跟那个小姐之间 产生的 对对对 来来玩玩 专门讲这个 等一下我们 这这一段先结束 我们休息一下 对对对 专门闹一下 这个小姐事情 OK 好的好的 好的 好 我也把它OK了 嗯